新闻超考秀 那时候又会感到后悔的李妙 那你还买 妙姐 咱说你家东西啊 先别着急扔 等两天下班 我去逃一点 大家好 我是呢 我给有薰酱卖给你 大家好 我是过日子呢 精打细算 不冲动消费的易凡 可能很多人呢 都会有妙妙这样的烦恼啊 为什么总是买很多 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那怎么来改变这种情况呢 我先来说说自己的情况啊 我网购呢 会先把这个大波东西呢 放在购物车 等过两个星期再看 如果那个时候 我依然需要买的话 我一定就会买 那自从我制定了 这样一个购物延迟策略啊 是不冲动 不凑单 不被打折 诉销忽悠 买的东西少多了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买很多 不需要的东西 欢迎大家呢 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参与方式呢 就在屏幕下方 我的节目见 等着你们来分享 好的 说天下 我们首先来说防疫 下面来关注 全国疫情的最新情况 3月15号0点到24点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952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2例 含20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本土病例1860例 含53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我们先来关注 我省的情况 3月15号0点到24点 辽宁省新增32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 沈阳市报告8例 大连市报告13例 迎口市报告11例 新增1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 沈阳市报告5例 大连市报告6例 复新市报告1例 就在昨天 沈阳市新增8例确诊病例 其中5例在大东区 3例在浑南区 这8个人的行程轨迹已经公布 具体的内容 可以在北斗荣美APP来查询 从这个行程轨迹上来看 其中居住在浑南的 1例确诊病例 在最近几天都去了 陶仙机场T3航站楼2楼 因疫情防控需要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航站楼 今天继续暂停运行 全部进出港航班取消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 请密切来关注航空公司 来发布的航班运行的动态信息 其实这几天的确诊病例当中 沈阳市大东区占了多数 经过沈阳市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 研判论证 昨天 沈阳市大东区惠民家园 中铁奥林匹克花园新城和刚花小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仍为低风险地区 另外根据疫情防控的需求 今天沈阳审费新区域内的公交线路 客运搬线 包括旅游包车暂时停止运行 昨天大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例 12例清醒 1例普通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1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 其余均在风控区 管控区和重点人群排查中发现 全部人员随即闭缓 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目前这些确诊病例的形成轨迹 已经公布 具体可以到北斗荣媒APP来查询 昨天的大连金浦新区部分地区 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结合大连市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 今天大连市对中山区 西港区 沙河口区 还有甘井子区 高新园区及旅顺口区 长住人口赞助人口和流动人口 有序分批开展全员核酸采样 那另外呢 昨天复兴市疾控中心 在对3月11号复兴市报告的 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例行检测当中 发现了一例检测结果异常者 活动轨据呢 可以在北斗荣媒APP查询 那基于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我省各地呢 都采取了多种措施 昨天安山客运站部分客运线路 暂时停运 包括到复兴庄和本溪营口等地的 还有今天零时期 营口市公交线路 长途客运搬线车辆 全天停止营运 我们再来关注吉林的情况 3月15号零点到24点 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456例 其中长春市1044例 吉林市393例 四平市11例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7例 白城市1例 在昨天22时期 吉林市永吉县 北大 湖镇 南沟村 南沟家园小区 包括江河市 新华大街 新天地购物中心等多个地区 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吉林市 共划定了高风险地区 一个中风险地区30个 为了做到应格进格 应治 尽治 吉林市紧急新建改建方舱医院 目前已经有5所方舱医院 转入患者投入使用 这里是利用吉林市 直教园区改建的方舱医院 据了解 这个方舱医院 从13日下午1点开始进行改造 目前已经投入使用 据介绍 这所方舱医院 总共有17栋楼 1601个房间 能够入住6404人 目前吉林市 已有9家定点医疗机构 收治患者 正在改造中的方舱医院 还有3所 可新增床位7000张 全力收治患者 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我们来看吉林的疫情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全国各地纷纷伸出了援手 派遣医疗队前往吉林 驰援吉林抗议工作 一天9架包机抵达了长春机场 是的 3月14号12时38分 搭载着内蒙古自治区 88名医护人员 2080公斤医疗物资的航班 抵达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拉开了全国驰援吉林抗击 新冠疫情战役的序幕 随后来自辽宁 黑龙江 湖南 江西 河南等 多个省份的9架医疗包机 陆续抵达长春 带去了1000多名医疗人员 和2.5万余公斤的抗疫物资 看到这些画面是温暖 是感动 是感恩 这份情会给吉林无限的力量 山水相连 新手相牵 吉林终有吉林日 长春定赴长春时 没错 那目前本轮疫情本土确诊病例 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了15000例 波及到了28个省份 吉林 山东 上海等地 疫情还在发展中 部分地区的疫情上升速度还较快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 会有大量的核酸检测需求 那么现在我国核酸检测能力 能否应对激增的核酸检测需求呢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按照我们的统计到2022年的3月13号 全国一共是有12400家的机构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服务 全国总体的核酸检测能力 单管我们是能够达到4609万管每天 所以说我们国家 现在单管的核酸检测能力 已经是很强了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开发了 5混1的核酸检测的技术 在2021年 我们开发了 10混1的核酸检测的技术 那么在今年年初 2022年 我们又进一步的提升 核酸检测的这个混检能力 提升到20混1 也就是说我们单管的 这个4609万管每天的检测能力 我们现在可以再把它提升 20倍的这个核酸检测 可以说我们国家在核酸检测 这方面是全球领先的 技术过硬 万众一新 抗击疫情 我们一直在努力 给大伙看一张图片吧 瘦小单薄的它 拖着一个大大的垃圾编织袋向前 一个袋子装20多斤的残盒 6个袋子重大100多斤 而照片里的人呢就是吉林大学中心校区 南院四公寓的一名保洁员 他叫刘淑贤 今年62岁了 用刘淑贤阿姨的话说 这个大垃圾袋能装下三个他自己 而像这样的垃圾袋 从六楼到一楼 一接一接的往下拖 刘阿姨一天要拖四回 刘阿姨说呢 疫情特殊时期 我要对孩子们特殊的好 他们就像我的孙子孙女一样 像我的家人一样 孩子们的父母不在身边 我得照顾好他们 是啊 多么朴素的话 但是呢却抽中了我们的心 刘阿姨是落在我们世界里的一束光 谢谢您 也谢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人 在吉林各大校园 学子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为抗疫来尽力 好多人都争当志愿者 站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上 3月13号晚上 以疫情封闭管理的吉林大学学子们 就高声齐唱 我和我的祖国 哎呀真的一听到这个旋律就热泪盈眶了啊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温暖在歌声中传递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共克难关 人比山高 脚比路长 集大加油 吉林加油 面对当前的疫情形势 国家卫健委网站15号发布通知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 新版的诊疗方案呢 是在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修订版的基础之上 针对当前疫情的新特点 新形势做出的修订 当前呢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 持续的流行 奥密克戎毒株 已经取代了德尔塔毒株 成为了主要的流行株 确诊患者的临床表现 也呈现了新的特点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新药物 已经相继上市 治疗经验和手段进一步的丰富 在新形势下 为了进一步科学规范 做好新冠肺炎诊疗工作 那在之前方案的基础上 修订形成了新的诊疗方案 是啊 因时至疑 因人而异 新方案呢 做出了以下的调整 第一 优化病例发现和报告程序 第二 对病例实施分类收治 要根据病情确定 隔离管理和治疗的场所 其中轻型病例呢 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相关集中隔离场所 不能同时隔离入境人员 密切接触者等人群 隔离管理期间呢 应做好对对症治疗和病情监测 如果病情加重的话 应当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还有普通型重型微重型病例 和有重型高危因素的病例 应在定点医院来集中治疗 其中重型微重型的病例 应当尽早收入ICU治疗 有高危因素 且有重症倾向的患者 也应该收入ICU治疗 第三呢 就是进一步规范抗病毒治疗 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 两款特异性抗新冠病毒药物 写入诊疗方案 第四呢 就是对中医治疗内容 进行了修订完善 还有第五呢 调整解除隔离管理 出院的标准 加快患者解除隔离和出院进程 第六就是调整解除隔离管理 出院后注意事项 将出院后继续进行 14天隔离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 修改为解除隔离管理 或出院后继续进行 7天居家健康监测 当前呢 面对本土疫情的反弹 为阻断误传人带来的传播风险 沈阳市邮政管理部门 全面加强了对快递企业的监管 快递企业严格做好人车祸场 以及各区的消杀工作 快递从业人员积极引导市民 无接触收集 包括全面铸牢 基地行业安全的屏障 昨天下午 记者在位于浑南区的一家 快递站点看到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运送快递的车辆 以及配送的货物进行全面消杀 目前专业的防疫人员 每天都会对快递站点 和快递分检中心进行消毒 快递员每天上班时 都严格落实测温 量码等防疫措施 只有符合防疫要求的 快递从业人员 才能上岗工作 配送货物进入站点后 一共要进行三次消杀过程 才能送到市民手里 首先将货物从车上卸下来之后 用消毒水 对商品整个的覆盖性的消杀 出站之后 对自己以及货物 再进行一次消杀 此外 邮政管理部门提醒市民 目前应减少从境外和国内出现疫情地区 游购快递物品 收取快递品 尽量实行无接触配送 配送之前会主动跟客户进行电话联系 然后主动跟客户约定一个客户同意的代售地点 或者说快递棍 然后避免一个近距离接触的这个过程 市民在收件寄件时也应做好个人防护 拆取快递包裹时 尽量选取户外进行 并正确佩戴好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减少与包裹的直接接触 处理完包裹后 应及时摘下手套 对手部进行消毒清洁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防护意识不松懈 健康平安 你我他 做好自我防护 科学佩戴口罩 预防感染 简单有效 勤洗手 长通风 接收快递包裹要消毒 主动排查风险 来返辽24小时内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有自我检测需求 可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行自测 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疫苗是预防重症有效的手段 尤其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更加重要 符合条件的都要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或加强针的接种 关注疫情变化 尽量避免前往风险地区及有疫情地区 减少举办和参加聚集性活动 履行法定责任 遵守防控要求 依法如实报告履行时居住时 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等症状 及时就医 配合医疗机构做好风险排查 互动新主播牵挂我来说 今日在山东河泽上去的小杨 晚上是躺在床上玩手机 玩着玩着就睡着了 凌晨三点多是不小心碰到电话 是误拨打电话号码给了妈妈 早上醒来的时候 发现妈妈三个小时之内 给自己发了38条消息 打了22个电话语音 不停地在问丫头你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小杨同学说手机是属于静音模式 那么自己醒来之后就立刻打电话给了妈妈 妈妈哭着说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自己在外地上学 当时觉得挺心疼的 让妈妈担心了 以后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凌晨三点不睡觉 我们都替你着急 更何况是自己的妈妈呢 照顾好自己才是爱妈妈 正确地打开方式 说近日吉林长春的吉林大学实行风情管理 学校给学生们送上了丰富多样的隔离餐 一句 孩子们 我们一定把办公上赶中了同学们 学生们纷纷表示 学校这是要把我们喂胖 随后吉林大学又贴心的面向学生 推出了锻炼直播 以及健身操教程 由体育学院老师学生进行策划录制 学生们可以跟着练 起到提高免疫力 缓解久坐不适的作用 被厨师大哥吃出来的肉 还要靠体育小哥捡下去 增增捡捡 这都是幸福啊 说三月十一号 因为上海大爷在封闭管理期间 因为这个熟养想钓鱼 但是又不能违反相关的规定 于是呢 便爬到了墙顶上 把那鱼竿伸向墙外的河里 钓起了所谓的鱼 我跟同讲 大爷 你这是意念钓鱼吧 大爷你并不孤单啊 您不是一个人啊 毕竟心中有鱼 在哪里都是鱼塘 实际今年一月呢 河南郑州一个大爷 在隔离期间呢 坐在楼顶手持鱼杆呢 用水盆练习钓鱼 还有去年九月 哈尔滨大爷坐在单元门口 钓鱼钓上来后呢 再把鱼扔回去 反复循环 要说你大爷 永远是你大爷 又听话 又会给自己吵乐子 话说近日 江苏淮安一个男子抱着一名婴儿 慌张的拦车呀 滴哥正磊赶紧停车 拉着他们去医院 路上正磊向110备案之后 打开双闪 连床五个红灯 40分钟的路程 紧用了15分钟就到了医院 孩子家长着急出门 忘带手机 提出留下手机号 以便付费的时候 正被表示不要钱了 孩子看病要紧 目前患而已无大案 淮安交警也说了 不会让好人吃亏的 咱们为冷静热心的 滴哥来点赞 话说近日 山东济南民警成功 捣毁一处制造冰毒窝点 抓获制毒嫌疑人李某 缴获冰毒半成品两公斤 制毒原料600多公斤 据了解去年六月起 李某开始在网上学制毒 为尽快学会 李某还花钱到大学旁听 系统来学习化学专业知识 随后在出租房内自制冰毒 您说您有这上进心 应该先去学法律专业才对 话说在江苏扬州 八岁的小男孩玩涂料 弄的街道是一片狼藉 妈妈陪着他处理到凌晨 男孩妈妈演女士称 他开饭店平时太忙了 孩子在外边拿涂料玩 把地面电线杆涂得到处都是 城管上门择令恢复 他第一天和孩子清理到凌晨一点多 第二天继续在店员的帮助下 完成全部的清理 好奇的熊孩子 这次应该学会了 什么是单则了吧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避震 风寒湿鞋藏在关节 激旧成壁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壁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壁阻 散风寒 除湿壁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换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好 收听下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一年一度的315晚会 今年的主题是公平守正安心消费 可是看完整场晚会啊 说实话 我这心呢 一点都不安 你这心呢 都扒丁扒丁的 确实又一次被震到了 今年315共曝光13起事件啊 其中包括女主播 微信实为男运营专片粉丝大哥 翡翠直播砍价全是戏 老台酸彩包 竟是土坑腌制 口碑营销公司操纵搜索结果 免费WiFi暗藏漏漏洞 明特产宇州红薯粉条 竟为廉价木薯所作 还有打那玻尿酸汁 大面积这个脑梗 还有低配的儿童智能手朴 呈行走的偷窥气 等等等等吧 在晚会的进行当中呢 不少话题就冲上了热搜 每一个题目都触目惊心啊 在这呢 我想先来说一下我关注的 就是靠脚上热搜的老檀酸彩 哎呀真是恶心到我了 毕竟对 我曾经那么喜欢这个口味 真太失望了 对这个茶崎菜叶 是湖南省华融县较大的蔬菜 再加工企业 为多家知名企业 代加工酸彩制品 也为一些方便面企业 代加工老檀酸彩包 号称老檀工艺 足时发酵 然而记者实地探访得知 该企业标准化腌制池 腌制出来的酸彩呢 是用来加工出口产品的 老檀酸菜包里面的酸菜呢 则是从外面收购来的土坑酸菜 在茶崎菜叶的清洗车间 一袋袋酸菜被随意堆放在地上 经过机器清洗切碎 拌料包装杀金就做成了老檀酸菜包 更让人气愤的是 企业自己标准化腌制的酸菜呢 都是用来加工出口产品的 而老檀酸菜包里的酸菜呢 则是收的土坑菜制作的 自己腌制做出口 记者跟随公司的货车 在童福村附近一片农田里 找到了腌制酸菜的地方 腌制好的酸菜就在一个土坑里 工人正在把腌制好的酸菜 取出装弹 记者看到工人们有的穿着拖鞋 有的光着脚踩在酸菜上 就连称凉酸菜的磅秤 也是直接放到酸菜上 对人家不说了吗 对卫生指标不检测 管理者的话就更气人了 有位彭经理说了说国内的产品 到了消费者手里有一点树叶纤维 顶多罚你一两千 但如果到国外去了 至少是罚十万元 彭经理就说了使用土坑酸菜 所加工的成品当中呢 可能还有一些杂质 由于经过了切碎等多道工具呢 肉眼很难发现 这才有恃无恐啊 土坑酸菜被曝光之后呢 康师傅方便面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统一企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都发布了关于使用酸菜包原料的声明 并致歉 华融县县委县政府也连夜 对央视曝光的企业 采取了查封措施 开展执法调查 同时呢 对前线的这个酱烟菜企业 开展大排查和大整顿 我们说完了入口的土坑酸菜 再来说一说 这走心的网络主播 骗你骗到骨头里 我跟各位讲 这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催生出许多新业态 拓展了许多新的消费领域 据统计呢 我国在线直播的用户 规模已经超过6亿 很多用户对自己的中意的网络主播呢 直接用线上支付 或者是购买虚拟商品进行打赏 对315晚会调查发现 美女主播和他们身后的男运营唱双簧 设置重重套路 欺骗粉丝情感 又使用户多多打赏来骗取钱财 据想护鱼传媒公司 义泰传媒公司 还有华义波商公司 这都是昨天被昨天晚上晚会点了名的 是 晚会指出呢 哈尔滨据想护鱼公司呢 有2000多间直播间呢 拥有3000多名签约的艺人 号称全国十强直播公会 这家公司在招聘娱乐主播的同时 也在招聘直播运营 直播运营负责什么呀 辅助艺人直播工作 一对一代艺 基本月收入一到两万 说的好听啊 一对一代艺 其实说白了 那就是骗女主播背后的男运营呢 把有打赏经历的粉丝大哥 从其他的直播间里找出来 来冒充女主播与粉丝大哥 在直播平台私信聊天 来拉近距离之后呢 就趁机添加上了粉丝大哥的微信 冒充女主播叫粉丝大哥 什么老公啊 亲爱的 反正内容是极为露骨 毫无底线 来以此诱骗对方不断打赏 所谓的小作文就是一大段 充满真情实感 关心对方的话语 这样的小作文是运营们打动粉丝的神器 为了让他们尽可能多的掏钱打赏 他们还会使出更狠的一招 就是连线PK 落后主播 发点的求助声直接刺激到粉丝大哥们的神经 不断的掏钱打赏 在暗访当中呢 男运营称一位已经分手的粉丝大哥 没有借钱的能力了 而且更过分的是呢 这些骗人的男运营 甚至连在校学生也不放过 大爸哥哥 我们往前上一上 救救我 救命啊 我可以把他找了一千 完了 完了 当时他肯定是一千 三人给死到学生 那十万应该有放卡 你让他把放卡里的钱 跟同学换一下 孩子书钱换年权 你们也获得了 慢慢长得老四 他给他算退了 我肥都不太可怜 他又对我人往死挣上了 哭 太多了 好 谢谢 要哪分了呢 没有钱 但他没有借钱能力了 这么多网络啊 新年人 哎 就是我 又不可以死了 新闻 谁让我站住 站住 你 你能站住 救救我啊 救完你我饭票都没了 直播的礼物是虚拟的 一个家电话得三千块 一个地网卡 甚至需要一碗八千多块 粉丝赠送的礼物啊 总额50% 归直播平台所有 公司提成25% 那么剩下的25呢 就是主播和运营的提成 共同的利益 让主播和运营是 绞尽脑知识相互配合 是啊 但是粉丝们哪知道呢 对主播的真心打赏换来的 却是直播运营们的冷嘲热讽啊 用意态传媒有限公司老板的话说 就是吃大哥喝大哥吃完大哥骂大哥 那你说大哥倒不倒霉啊 昨天三样五节目播出以后 这个公司旗下被曝光的主播 直播间呢立刻就被封禁了 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光是被曝光公司和人 我们希望以后这样的直播乱象能少一些 甚至彻底消失 让网络空间恢复一片晴朗 是啊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网友们在打赏主播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理智一些 这样才不会轻易被骗 是啊 315不止这一天 希望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 希望天天都是315 好说的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美女 等会儿李淼 新闻里边咱说美女不太合适吧 想哪去了 我要说的是一位真正的美女 人美人事呢 也做得漂亮 最近河南许昌街头 一位黄衣小姐姐主动帮消防车疏导交通 为消防车让路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 这事我知道 当时消防车呢 在通过一个十字路口之前的鸣笛事宜让行 前方正在等待红绿灯的黄衣女子 跨在摩托车上挪着这小碎步啊 挨个提醒面前的这个司机师傅让行 网友纷纷表示 你热心帮忙的样子 真的很美啊 执行救援任务途中 陆遇红灯 小姐姐看到后赶紧提醒其他车辆 为消防车让行 再还有期待 回复我们的爱 回复我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笑我走来 要送我心持的爱 真的很美啊 对小姐姐好样的 就在昨天央视总台记者找到了视频当中的热心女孩小李 小李说这事发生在三月十号的下午 当时呢自己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 这时候就听到了后方开来的消防车在鸣笛事宜 但是小李前边的六七辆私家车呢可能没有听到鸣笛声 于是小李呢就赶紧上前 挨个儿敲车窗跟司机说呢麻烦让一下 后边有消防车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得见啊 司机师傅们都相当配合 左右两边45度分开 把马路就给让了出来 消防车呢是终于可以顺利通过了 我觉得其实最感动的画面 就是消防员们路过小李的时候 还用右手给他和其他让路的司机 比了一个大大的赞啊 而这个时候呢小李也刚好转身 朝消防员们挥手致意 这互相理解和帮助 这一幕真的是太美了 是啊戴着头盔小黄衣小姐姐很洒 摘下头盔的小李姑娘很腼腆 她说呢这就是一件小事 是我应该做的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网友来关注 每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帮忙 希望消防员们每一次出警都能平安归来 心灵美丽的人也会格外有魅力 这道红色明亮的光 这果断前行的小碎步 可爱的小李姑娘是一个闪光的普通人 也是我们理想当中自己的样子 胡同新主播 救援我来说啊 说近日呢在广东一高速路上啊 一辆小车发生了侧翻 驾驶员呢受伤严重 一个来自东北的大货车司机路过啊 赶紧是爬车停在路边跑去救人 将驾驶员抬了出来 救人之后呢 这大哥好像忽然想起来 高速路上不能随意停车 赶紧去拍下视频来为自己作证 交警呢赶到现场啊 一派胸脯霸气的说道 这个地区不用担心 没有什么的 并且呢感谢司机及时相救啊 建议勇为你尽管去做 法律肯定会有大哥你撑腰的 好 视频下我们再来说一说夺冠 最近呢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的 总冠军诞生了 他就是来自铁道警察学院的学生江振 那一刻台下江振的父亲激动的是连连鼓掌 很多网友都被这一幕打动了 很多人就问了 你说孩子夺冠 这当爹的激动的 那不太正常吗 网友这么容易就被打动了吗 哎 这就很多人都有所不知了 其实呢 父亲不仅是江振的诗词启蒙者 也是他职业的引路人 夺冠之后江振兴奋大喊的时候 对江爸爸来说绝对是比赛和家庭教育的双料夺冠 听听江振夺冠之后 这段父子的对话绝对不一样 弄朝儿像掏头力 手把红旗 旗不失 虽然我们都只是公安战线上普普通通的螺丝钉 但是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我们都是当之无愧的舞台弄朝儿 这次组冠军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关漫道真如己 而今脉步 虹头越 成人明白 成人 虹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雪 难怪观众啊 都为这浓浓的父子情所动容 父子俩确实是能文能武 浩然雄风啊 是啊 我们给大伙隆重介绍一下啊 来自山东郊州的江振呢 是大三的学生 他和父亲是以家庭团的身份参加 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 在总学赛的现场 江振以丰富的诗词储备 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在超级飞花令环节 接连说出多句 有花有月有诗的诗词 击败对手 一举来夺魁啊 那江振的超级飞花令现场有多绝呢 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 看看有多少诗 是你之前听都没听过的 高球选手说出的诗句必须包含 花有月有诗 春宵一刻之千金 花有清香 月有阴 春花秋月何时两 往事之多少 诗人西词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土叶江中月 牛光花上春 银车作爱风铃晚 双一分鱼 二与花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萱花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阿利哈 中国诗歌诗大会 年度总冠军 江振 哇 这孩子赶快接一个春江花招秋月夜 往往啟酒还独青啊 这个 还是我们杨叔厉害 我主要数了一下自己听过的 这小伙子确实渊博 你说人家这孩子是怎么教的呢 在这儿确实有必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江振的父亲江方成是一位铁路民警 也是一名古典文学的爱好者 好的教养就是春雨般的润舞无声 当春乃发生 江振四五岁的时候 父亲就带他读诗 背诗春晓静夜思往庐山瀑布 一句句一手手 总只会简单跟着念叨 朦胧的感受其中的这意境 小江振对古诗词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 后来坐公交的时候 看到张贴的古诗词 江振都会记下来 初中的时候 江振就开始尝试创作诗词了 但是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 江振从小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面 而诗词是父子交流的纽带 共同的话题 是父亲俩和江振 父亲会和江振通电话 俩人除了日常聊的最多的 那就是诗歌了 最近喜欢拿首诗了 又最新崇拜了哪位诗人了 渐渐的这样的交流 就变成了父子俩 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 是啊 然而这对父子之间的传承 除了对古诗词的热爱 还有职业的接力 受父亲的影响 江振从小向往警察这份职业 高考那年的江振 毅然报考了父亲的母校 铁道警察学院 现在江振就要开始 见习生涯了 这也意味着他要和同为铁路民警的父亲 成为同事了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老师 是啊 这也让我想到了有一首歌叫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不管怎么说 从江振的身上 我们不仅是看到了优秀二字 更看到了父母家庭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 希望做父母的 也都能够放下手机 拿起书本 不光是为了孩子 也能在阅读当中收获更好的自己 说一年一度的养子精华解开幕式文艺晚会 在电编服举行 演员们带来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歌舞节目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演出 每年春天 电编服随处可见美丽的养子精华开放 成为当地的特色旅游名片 说未来科学家们有可能复活一头 已经灭绝的猛马像 准确说是一头拥有一些猛马像基因的亚洲象 许多专家更喜欢将它通俗地称为猛马大象 它将兼具猛马像和大象这两种动物的特征 说在玻利维亚有一种特色的摔跤方式 那就是女摔跤手穿着裙子比赛 尽管比赛带有表演性质 但真摔起来连男士也招架不住 摔跤台上女选手的动作充满了表演性 观众们看着十分起劲 大喊为参赛者加油 如今的女子摔跤已成为玻利维亚特色项目 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游客前来观看 说俄罗斯航天集团公司14号表示 将于3月30号用俄飞船 把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送回地球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强调 国际空间站乘组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公司不会让外国伙伴对自己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说2022年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揭幕战即将于本周末举行 14号F17冠王效力于梅塞德斯车队的 英国名将刘易斯汉米尔顿亮相迪拜识博会 并宣布将以母知性征战新赛季 因为自己的成就要归功于父母在背后的默默奉献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学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态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法令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10天亮19块8 竟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 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用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肤 资料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法令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肤在肚脐上 对神血学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态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法令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肤在肚脐上 对神血学进行资料 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肤 磁疗等多种效应 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肤在肚脐上 对神血学进行资料 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肤 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风湿 泪风湿 疼痛加重 老风湿 老骨痛 反反复复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病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要开阻除病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11位道地中药 打开关节臂组 散风寒除湿壁 除臂 痴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19年老牌子 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我的腰腿 我要坐坐 输筋建腰 跑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扑动新主播创意我来说 广东深圳的85号设计师小翠 业余时间是自学摄影四年 她是经常在家中将现有的瓜果蔬菜 摆成各种造型来进行拍照 有各种果收组成的数字日丽 还有百变的香蕉 银色的苹果 还有划船的万豆 这成品是清新有趣 创意完满 组组一共拍的是四百多张 小翠姑娘的生活为围脆 我们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两 刘婶呢 她呀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变色变厚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据为同点查计 灰指甲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呐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治 对 得早点治 灰指甲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找亮甲 乐泰亮甲 葛洪药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 方式骨痛 肿 肠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痛痛痛 葛洪药高 高方中的经典 每一瓶都采用广西十万群山的道地药材熬炼而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区风除湿 赎金活络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方式骨痛的这些老毛病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葛洪洪药 贵龙药高 擅作魂 葛洪药高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痛痛痛痛 葛洪药高 高方中的经典 每一瓶都采用广西十万群山的道地药材 熬炼而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驱风除湿 疏金活络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风湿骨痛的这些老毛病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高 风湿 内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内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风湿 内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我的腰腿 我要坐坐 收紧进腰 跑去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 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明下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互动话题 为什么我们总是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咱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这位十九说了 我既然打开了购物网站就要看个爽 打都打开了 岂能有不看的道理 看都看了 岂能有不买的道理 说的也真是没什么毛病啊 白色百合花说了 哈哈 原来人的心理现象 在占便宜和虚荣之间 物理学是这么解释的 这位酷拉斯说的 反向思维 对方在钓鱼 你不咬钩就可以了 一切都源于贪心 源于欲望 只要不攀比 不接受诱惑 基本上就可以平常心 不买买买了 我得学习一下这种心态 一贯斗奶说了 家里买了一堆不用的东西 今年的新目标 就是学会断舍离 再也不为了小便宜 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了 后面加了一个 气不成声的表情